弈udiει 今天气很好,非常懒得 对,昨天下雨 paints a very heavy summertime 我们还在担心这土壶的路不好走 今天就整个 vi MELIN 这条路非常好走 都是平路 昨天最难的部分 就是从停车场 走到我们酒店的那一段 在做什么 我堆个马尼堆 这样就有西藏的feel了 我们现在要穿越一个冰川 这个冰川也真的是挺脏的 走 你先走 很坚硬的 累不累 挺累的 我们走到了三分之二的路程了 距离目的地马上就到了 背后取得进 有点像Windows桌面 好土的姿势 你来一个不土的姿势 后面有人在围观你 丢人 快走 本来走这条路就能到上面去了 但是这两天下雨 水量太大了 我们过不去 我要看看你如何坠河 油啊 油啊 哇 我们到了 终于到这个湖了 其实就是个小池塘 还有一群老外 还有一群老外在那晒一日光玉啊 脱了衣服 说不定是个温泉呢 啊 看一群老哥在那晒一日光玉呢 我也要加入 你脱了衣服过去吧 不用了 好 有点冷 这个湖现在源源不断地有冰山溶水流进来 所以这个雪山倒影就没有那么明显 如果在冬天的话没有雪 没有流水 这整个湖静止的就可以看到雪山倒影 漂亮 最后给我们的酒店留个影 然后我们就要下山 下山之后的话 我们会前往地不利斯旁边的一座小城 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故车 下山之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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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白吃 哥哥不能吃巧克力哦 哥哥乖不能吃巧克力 他说你不能吃巧克力 你对他吼啊 真张嘴啊 太惨了 街星花园的小喷泉 你能看到后面当地人一个醉汉正在喝酒 我晚餐的第一道菜 叫Pikani P-K-H-A-L-I 是格鲁基亚的一道特色美食 但是用一种不知道什么的蔬菜 然后做成了小饼一样的东西 然后上面点缀上格鲁基亚特色的石榴 应该尝尝好吃吗 啥都是格鲁基亚特色 但是最特色的东西还是罐头 可惜没有吃到 入口第一感觉就是 它是咱们国内的蒸菜 我们今晚的主菜 烤猪类排 但是他配的这个配菜 能看出来什么吗 是苹果块 是不是很特别 这个不应该是土豆吗 不是土豆 真的是苹果 也挺好的 给你清爽一下 试一下 外壳脆脆的 然后配的是烧烤酱 里面肉也 怎么说呢 烤熟了 确实 哈哈哈哈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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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